今天又到了心理360 过了几个星期 今天又开始重新讲过 今天讲什么呢? 就是讲生理基础 或者先这样讲 上几个星期发生什么事 自己身体很累 要是有时讲话不听自己的指挥 譬如突然明明想举某句话 后来就讲你一句说话 这个就可能叫生理基础 好 先讲回 很久没有重溫过些东西 你说其实什么是心理学 通常任何科牵涉到两部分 一个就是叫做学科对象 或者叫做学科的研究方法 上次提过 很久之前提过 有一个部分 一个就是我们研究人类及动物 怎样无端说一件事 最初我讲过 心理学最初是研究人为主 由研究灵魂开始 讲到很后期 后来研究动物 因为最亲近的可能是猫 狗 然后发现原来动物和人之间很明明的关系 可以透过某些行为做研究 刚刚想起可能几日前 看过电视节目 就讲一些变形的问题 那些动物的变形 然后由动物的变形 就想起一个人的变形问题 那些都挺有趣 那就不特别先讲了 那就是心理学研究 对象就是人类和动物 但也不是人类和动物都研究了 那也有一个缩小的范围 就是内隐思想和外显行为 就是我们在想什么 腦里面发生什么问题 另外就是外显一些行为 当然这部分也可能牵涉到今天所讲的 就是内隐或者叫做内隐 就是看不到的思想里面 就是有些会还原回 就是脑里面 某些神经网络的移动 某些那个灼灯的部分 或者发热的部分 就想一下 透过这样 直接猜测思想 发生什么事 那另一部分是讲外显行为 当然就说 比如手脚会动动 或者突然间做某个 有意识的action 或者行动 这样就叫外显行为 好了 这部分就是研究对象 人类及动物 接着就是思想及行为 好了 科学地 这个需要再重新讲一次 什么叫科学 科学就是可验证 可观察 或者人间可比较 自己自说自话 或者人间无从比较 无从说你错的 通常我们叫做不是科学 好了 讲完心态是什么 就讲回了 第一个问题 今天就讲生理基础 但生理基础 很冷静地说 又不知是什么 好了 变成一个question 变成一个问题 他这样讲 事实上上 如果没有了身体 或者我们身体构造 慢慢改变了 那会不会我们思想行为 不一样呢 或者会不会 仍然保持一样呢 就是同一个问题 就想了 我想就 答案很明显 当然是不一样 正如我经常说 最简单说的 我们的生理表现 很明显地受制于我们的生理设定 刚才我开始说 我说了 很眼睡 很眼睡就不能处提 你不睡觉 永远都不醒 最残忍的研究 其中一个心理学 就是说很简单 叫你不够睡 接着叫做数 看你的效能有多高 准确度有多高 或者突然间 每次熟睡状况里面 就叫醒你 接着看你那几天 产生什么效应 最残忍的实验 结果通常都是不外乎的 你会倒下 你倒下 就是说 接着很多决定会错 行动会失毁 接着很多的思考 计数 算术都会出现错误 因为生理 不能够做一个很简单的基石 让你的思想 行为了基础 好了 再统统一点 怎么受影响呢 最明显的 如果假设我们的身体不一样 我们的思想行为也不一样 实际说 没有眼睛 我们当然不会喜欢看电影 因为看电影透了眼睛 我实际说 以前有这样的笑话 就是说 有些电影是拍给狗的 但不知道为什么要拍彩色 因为大家研究知道 狗其实就是没有色彩系统的 有些人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做生意 拍一些彩色电影 彩色电视给狗 但可能也不明 狗其实是看某些电视 即现在的科技不一样 前期的电视 那个机制 其实它不是怎么看到的 好了 这个题目说 我们没有眼睛 不会喜欢看电影 正如没有眼睛 当然了 重了时间都看不到书 文字是另一样 另外 如果我们的舌头不是那么强 其实我们也不是那么喂食 所以有时候经常这么说 一会可能重复 有些叫酒王 味王 或者叫饭王 都是的 专职就可能试酒 专职就可能吃饭 专职可能做某些舌头的评价部分 这部分就是你不是他 你不明白 但其实就是生理基础 不是一样都可以的 好了 没有手 当然不能够写字和画画 好了 没有脚踢不到球 这个很明显是最简单的 所以我们叫做 没有了某些生理设定 没有了那些限制 我们不能够做一样东西 那突然我想起一个 很出名的名言 这个也是可能一些结构主义的 一个很出名的人物 我以前提过叫康德 康德是很出名的说话 就是他写过 纯述理性批判之前 说了一句很精彩的东西 他就说 他说飞了总是埋远 那些空气阻止他前进 但是他不明白空气本身 是令他前进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因为没有空气的话 他也飞不起 这个其实也就是说 某个结构 这个也是今天其中一个 重重复复的主题 好了 刚才我说过 康德那个说 空气和雀仔之间的关系 其实是一个互相承担 承托的一个位 另外一个叫做学术字 叫做结构主义 或者我们这样说 其实人类现时的思想行为模式 是源于某些身体的结构 我们不是这样的身体 也不是这样的反应 我以前老师经常说 想象一下 这个幽隐 只有两感 传说中可能是皮肤和臭角 其他就没有感觉 想象一下我变成一个幽隐 我不会跟现在的思考一模一样 当然这个很圆妙 但实际上也挺有趣的 另外也可能想象了前一段 前几天看电视 讲到其中卡夫卡 一套很出名的小说 叫做变形记 讲到一个人突然间变成昆虫 后表决讲到他变成昆虫之后 就变成了一个失去身份角色 失去了某些人类特殊的行为经验的事实 慢慢到死的时候突然间发现 就是小说的剧中人 主角突然间听到音乐之后 突然间好像很迷失之后就死了 这个也是挺有趣的 好 第一个例的问题 讲到身体基础 或者生理基础 知道现在到目前为止 当然有很多新的发现 对于演化心理学 或者演化这些事实 或者这样的信念 但实际上 我看上有些事情应该都不会错 比如我们现在眼睛的设计 我们现在眼睛的设计 就是在面的前面 基本上就是向前的两只眼 这个就令到立体透射效果 和这个很简单 草食动物 比如兔仔 绿那些很不一样 就是他通常的视角可能是这样歪的 是眼睛向两边 他们耳朵当然也是 就是向两边 是方便 那个视角或听角范畴是扩阔 和收集不同的资讯 但是他们对前面的深度 或者立体的要求很低 好了 但是我们想说 人类通常有一个这样的要求 就叫做立体透射 向前面的判断很重要 是致命的 这个跟这个叫做 猎杀的动物 或者叫做肉食的动物 是很相似的 因为他通常就要总括判断 前面距离多远 然后进行加速去扑杀 猎杀 诸如此类 他们通常这部分 就比较重要一些 好了 人类同一时间 有这样的要求 就是说 我们是会对前面的判断很重要 好了 为什么无端说 向前面很重要 原来反过来说 那不是向前 而是向哪边 原来人类 向上 向上望 或者突然间 对高度的判断是很差的 为什么叫做很差呢 一般情况下 你叫一个人 凭空想像 突然间 没有什么旁边 很强烈的reference 突然间没有那部门 没有旁边的柜 你走过去 叫个人猜猜 这个人身高多高 很多人是猜错的 所以为什么 都是很多的方法 令到人看上去高一点 是很有效的 很简单 譬如矮的人 跟女生聊天就知道了 可能穿尖一点的鞋头 感觉上已经高了很多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视觉很容易 就这方面迷失 因为我们设计上 对高度的掌握 那个判断是不好的 更何况 突然间望上高楼大厦 你问一下 你猜的层口多高呢 我想你问10个人 10个人 猜都猜错了 通常很难有一个 很强的能力去猜 因为我们的设计本身 就是叫做低能力去猜 或者叫做不强 但是跌分断 你说了 就是向前 或者叫做 就是向前面望 距离我们多远呢 那个能力 一般大家都可以的 因为我们的设计上 本身生理基础 是在那方面有效 和准确的 好了 原因很简单 似乎 刚才也说的了 那么进化或者演化 我们似乎 由此开始推论 应该我们祖先 或者曾经人类某个阶段 应该会在一个平地上高 而平地呢 对这方面我们既要避开猛兽 另一方面 可能都要共同合作 去猎杀动物 这部分呢 隐身 我们这方面的判断 是强很多 能力强很多 好了 刚才郑叔说了 由于这样的设计 我们的眼睛的设计 促成我们这样的生活 而我们这样的生活 有利我们这样的条件 于是否 我们继续在平原地生活 生活相成 就是由于这个设计 促成我们在平原地生活 有平原生活里面 令到设计更加精准 然后又重复一次 这是我们的生理基础 其中一个例 做什么例 原来有很多例 第二个例 我以前有空无事 就试过可能在公园 看着那些猴子 买来买去 买来买去 我经常想一个问题 怎样无端端 我们不行的呢 前一阵我和我儿子 去 我儿子很小 看一看去公园 那些叫猴子 买来买去 买来买去 始终我们没有办法 好像猴子 或者猴子 那种形态 原因很简单 因为我们生理基础 不一样 我们的结构 关节不一样 我们的动作是永远做不到的 正如可能半年前 有个明星模仿猫 模仿齐千大星 他怎样努力都模仿不到 第一 当然他观察有少少问题 第二 可能他的身体结构 毕竟他不是猴子 他怎样努力都好 有些动作是没办法做的 因为譬如你看到我们的手 猴子的手 比我们长很多 扁平少少 那部分骨的小环节都不一样 这个可以见到 为什么他在摔棵树上摔棵树的时候 为什么他的效果是这样 而我们怎样努力都好 我们的效果都不是这样 这个也是其中第二个例子 是生理基础的问题 好了 生理基础 当然也不是手手脚脚设计 那么简单 是复杂很多的 好了 以后就讲讲了 究竟是怎么复杂的